各位孩子們 早安 I'm Daddy 我是老發 我們從紐約回來 很久了 大家對我們最好奇的是 這次紐約行啊 我們到底花了多少錢 這次啊 其實我們機票買的非常便宜 平均一個人大概一萬五 而且有一段是豪華經濟商 不過就是轉了很多次啦 BUG票就是這樣 住宿的部分呢 其實在紐約 你要住一個稍微好一點 不是說特別好 就是還算不錯的飯店 一個晚上大概就是一萬 當然因為我有些房子是用點數款的啊 會稍微便宜一點 我們有七個晚上是住紐約 到華盛頓以後是住朋友 住宿的部分 我們總共花了七碗 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買東西了 買東西的部分 大家看我們的影片啊 其實好像很會買 其實真的還好 我們去Costco買了一萬多 Outlet也是買了一萬多 最主要是我買的那塊滑板也買了三碗 所以我最好買東西總共花了八碗 再來比較多的就是吃吃喝喝 那紐約很特別就是說 其實你要吃的便宜很簡單 其實我們有幾餐啊 是前天晚上去超市 買一些東西 然後隔天早上在飯店吃 那當然因為後來我們住的第二間飯店 有早餐 我們就沒有在外面吃 它的Range很寬 你可以一餐六七十塊台幣就吃飽 你也可以一餐 可能一個人要 一兩千塊以上才吃的飽 其實這幾天我大概抓了一下啦 我們總共吃東西啊 跟買一些零食啊 跟一些宵夜什麼 有的沒有的 加起來我們大約是花了四萬塊 這個部分你當然要花十萬也可以 你要花兩萬也可以 就取決於你要吃什麼 再來就是娛樂 娛樂的部分呢 我們花最多的就是我們買了三張的 百老會的門票 那三張就花了我現在有點忘記 可是我印象中就是五萬塊台幣 因為我們在紐約啊 那大部分都還是在市區逛啦 景點的票啊 我們沒有買非常多 基本上只有地國大廈啊 跟自由女生 娛樂部分啊 我做完我們總共就花了 七萬塊 這就是我們總結 我們花了多少錢 就是平均一個人大約花在八萬 我們算是把機票買的便宜啦 可是我們住沒有特別的省 如果你住要省啊 你用AM B&B訂啊 會便宜很多 然後再來因為我們有買一些東西回台灣 像花板 像Dyson東西啊 還有一些伴手禮 其實有部分的錢是花在我們之後會用到 所以我們的預算你說特別高也沒有 因為你現在如果跟團去紐約啊 去隔十來一天 很多團也都是七八萬 甚至十幾萬都有 接下來這段影片就是地國大廈贏 就是我們這趟紐約自由行 最後一步 現在人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地國大廈 我們是先在網路上把票買好的 對 我們在KK Day買的 KK Day有贊助你們 沒有 沒有 可是我們還是真的在K Day嘛 對 因為在網路先 在網路上先買好 一定比在這邊買便宜 可是你就是得至少提前個兩到三天前 把它訂好 那KK Day審核那個票其實蠻快的 早到電影晚上大概就可以拿到那個 QR Code 還是條碼的東西了 對 K路可以有賣啦 都可以啦 K系列都有賣 帝國大廈有一部很有名的電影嘛 那個金剛啊 就掛在那上面 然後之後很多電動的都會這樣 聽說紐約有兩個觀景台啊 對啊 然後我們比較喜歡這一個 因為這個好像感覺比較有歷史 比較有歷史一點 可是它其實現在好像不是最高的 對 另外一個比較高 然後現在天快黑了 我們要趕快上去 我們要趕快上去 欸 你看一下 這邊有個金剛 右邊的金剛 哇 好 走吧 兜兜先生也在這 哎呦 帥哥也在這 來 帝國大廈拿他們這種幹嘛 神經病 你要爬80樓啊 你要關錢 會不會緊張 不會啊 我沒有帶什麼奇怪的東西 他才會有問題吧 你怎麼剛才去買的一色槍 你等一下可能會被沒收喔 不會啊 他跟下面有人說可以啊 好啊 我們通過安檢 有剛才在市場買的那個玩具雷射槍 還有我剛才買的啤酒 都被收走了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拿那個票跟 再去ロビ 跟他領回來 這樣也好啦 減輕重量 對啊 我的三 可能很擔心 他剛剛有人還想很胎氣說 欸 那水可不可以一起 都在樓下 所以提醒大家來帝國大廈之前啊 現在不要像我們一樣去百貨買一大堆東西 結果 底下就有人留言說 誰會跟你們一樣這麼蠢 先買東西來上去 對 我們的啤酒 第一個 OK thank you 我們不知道今天有幾台啊 反正上去才知道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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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我們剛才照完一下了 可是一進來人超多的 看一下上面 人超級多 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我一直以為這種東西 就是可能就順順的進來 我覺得我們這個時間上去 大概花掉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在排隊 真的等 早上剛就先把東西拿回去放 化迷再來個好啊 那麼辛苦幹什麼 大概要幾點了 凌晨1點半 喔對 好啦早知道把他們兩個帶回去睡覺 我跟你來一下好了對不對 我馬來是狼跳 你馬來是狼跳 經過了超久 大概有一個一個多小時吧 我們終於 排到快要入口了在這邊 想不到來帝國大廈這麼困難 我噴狗水 我噴狗水喔 對不起 對不起啦 美國比較乾的王寶石 對 從小不寶石 然後我要講一點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拍夕陽啊 我抓你大概三點半來 應該會剛剛好 完全拍不到 今天只能拍夜景 早到剛才先把東西拿回家放 對 我覺得再等下去 我們可能會拍日出 我終於看到電梯了 你有看到電梯嗎 超久 這麼多 然後等上來 驕傲 第一次看到電梯這麼開心耶 真的不曉得 你看好多電梯喔 哇 哇 感覺一般的電梯耶 廢話 不一樣 有時候 有時候101的電梯 你看它上去多快 然後又高級 然後還會有那個燈光 還有音樂 對啊 其實這感覺就好像 是一般反對的電梯啦 不過這個表面是大女子 很高級的 有高級閃 很快嗎 有高級閃 這種觀景台的電梯來講 它不算快 而且它很晃 大家有看到我在晃嗎 像你自己在晃還是電梯在晃 不是是電梯在晃 很搖 有點搖吧 對 而且它有那種 機器的電梯 滑的聲音 很恐怖 我覺得要掉下去了 不會啦 可是它就是有個聲音 我們會叫幾囉 講中文 講中文 大收到了 超美的耶 今天天氣超好的 我的天啊 我們不是還剛排隊 我們就在排隊啊 對啊 今天就是來那個 帝國大廈體驗排隊的樂 他一上來是巴斯羅啦 巴斯羅是一個室內的觀景台 現在可能要去戶外了 現在已經有涼涼了 這邊蠻冷的 對 所以還要再上去再排 還要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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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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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大廈排隊時間 大概就是兩個小時 全部偷偷家家 至少兩個小時 而且你連下去也要排隊 不是說景氣不好嗎 景氣不好在台灣 有些景氣很好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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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點厭禧 現在已經 8點 我們6點半就來了 我們6點半就來了 我們很深嗎 看風景大概只花了 可能10分鐘吧 你只要想你跟老公在一起 就是幸福快樂 在排隊的時候 我是沒有什麼這種感覺 因為包包超重 可是看夜景的時候 稍微有 就覺得我跟老公起來看夜景 覺得還蠻幸福 可是在想到 要看夜景 要花一個半小時 就覺得 你想到旁邊有這個 排隊的時候 他一直在吵架 對啊 一直在吵架 他在擠到我了 你懂的日子 來不要收電話 來老西來帶你來看夜景 我們要準備走出陽台 對 露台啦 應該叫露台 可是感覺很美 我們現在這邊是86樓 有點涼 還好 哇還好 超涼的 對超涼的 我們現在走出來了 然後人超多的 這只是一個非常小的露台 可是人好多 超美的 來 怎麼樣值得嗎 我覺得很漂亮 非常漂亮 我覺得 下次要挑那種很奇怪的時間 為什麼 就是比如說大 就是大半夜 凌晨的時候 你再來就不用排 紐約的能見度真的很好 對 我們這幾天來 都有發現 覺得他的空氣品質 應該算很補充 因為洗澡的時候 鼻屎不是 我幫你看看 就是 還蠻多的啊 你記得我們去西安的時候 請你吃冰棒 你記得我們去西安的時候嗎 西安 然後那個鼻孔整個 哇 都是充滿了黑色的 超會弄鼻屎 這邊都不會 對阿扭一起空氣 算不錯 商業程式嘛 已經沒公路了 對啊 對阿 算是 現在要排隊下去了 可以可以 等一下再去逛下商店 結束今天的行程 要吃飯 對 要拿東西 你要拿回你的槍 還有啤酒 然後啤酒也被沒收了 你的啤酒也被沒收了 今天的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每個禮拜的行程 因為好幾支影片 其實我們蠻用心去找題材 都有到十幾萬點閱 甚至有二十萬點閱 其實非常的開心 我之前有說過 十萬我們會環遊世界啦 當然我們接下來一定會有 更多不同的旅遊行程 創造出更好的內容 當然我們每次在旅遊之前呢 都會問一下粉絲 有什麼好的題材 不要忘記follow我們的IG 追蹤我們的第一手動態 知道我們去哪邊玩 提供我們更好的題材 讓我們拍出更好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照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下午點順時發布影片 我們明天見拜拜